国画里面的竹如何画? 首先把毛笔用清水洗净 选另外一支笔沾浓墨涂到竹毛笔的两端 然后开始画竹节 竹节的停顿要有力度 要有交叉 但不能交叉太狠 这样画面才美 然后开始画细枝 细枝必须在竹节上生出 不能在节外 有句成语节外生枝 就是从这里来的 且每根竹节最好只画一根细枝 要么左 要么右 可以根据感觉随意出枝 接着开始点竹节 让竹节的立体感更加的分明 然后是竹叶 竹叶有养叶和锤叶两种 养叶的画法要注意 最上方的叶子要大 下方的要小 不能太平行 还要有交叉 这样画出的竹叶才好看 中文字幕组合体能力